關於民調的數字 我想對我們來講都是一個參考 那不管在任何時間 任何民調的結果 我們其實都會作為我們未來 不管在體力上面 或是在選戰策略上面 都是一個努力的方向 當然很多目標也顯示 其實我們現在暫居跟賴消沛 其實在誤差範圍內 包括國民黨也有內參民調 其實我們跟賴消沛 其實差的非常滿近的 所以我想對於我們來說 都是一個參考數字 我們會盡最大的努力 包括侯瑋儀 包括趙孝康 跟我們所有不分區候選人 都會展現最強的團隊 然後跟著人民一起來完成政黨輪體 藍白這個部分 其實主席也說過 其實候選人自己也講過 既然沒有辦法合作 我們就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我們也不會去批評對方 我們也不會去攻擊對方 就是讓人民看到哪一個政黨 或哪一個立委候選人 或是哪一個總統候選人 最能夠完成政黨輪體 最能夠受到人民所托付 我想這個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那最後一題的話是想請教一下 就是有關於這個副手對於主帥的選情 是否有幫助 其實有高達66.6%是認為 消滅型對於這個耐性德的選情 是有幫助的 然後但是呢 反關於趙孝康有助於侯友營的選情 是有51.6% 那進一半就變成了 我想我們對副手趙孝先生都充滿了信心 而且充滿了期待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自從宣布副手之後 不管是國民黨執責 或是一般民眾的反應都是相當好 而且相當正面 尤其趙孝先生對於時事的敏感度 以及對於政治的掌握都非常的在好 而且重點是 很多年輕人在實際跟趙孝康先生接觸之後 都認為其實國民黨 或是說我們的侯康沛 其實是有聽盡人民的聲音 有實際回答問題 然後直求對決從來不閃躲 所以我覺得對我們來講 副手對我們加分是真正有益 而且是我們真正感受到了 那這一點也是我們未來 其實在侯康沛兩人合作上面 一定是沒有問題的